今天我们是做药师刘立光如来 其实这一尊啊 这一尊是跟一般来讲 在佛教界是这样子认为 我们佛教不是有五方佛吗 那么东方呢就是阿出如来 那么药师刘立光如来 也在东方 那么两尊啊 佛教界是这样子认为 这两尊是一名同体 不同的名称 但是是一样的 所以药师刘立光如来 等同这个阿出如来 是一样 佛教界大部分都是这样子认为 那有一尊是特别奇怪的 这个 金刚萨斗 金刚萨斗是密教的主师爷 也就是说 是阿达尔玛佛 然后五方佛 再来这五方佛的心子 就是金刚萨斗 那么金刚萨斗在佛教界的定义 非常很难讲 非常难讲 他到底是哪一个菩萨的化身 金刚萨斗是哪一个菩萨的化身 在以前在显教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金刚萨斗 就是大四字菩萨的化身 大四字菩萨 也就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四字菩萨 这位大四字菩萨 化身为金刚萨斗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另外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 金刚萨斗 是普贤菩萨的化身 普贤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跟普贤王如来不同 因为普贤王如来就是本初佛 也就是阿达尔玛佛 所以普贤菩萨跟普贤王如来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讲金刚萨斗 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 还有一个说法 在灵马派 灵马派就是宏教的说法 金刚萨斗 是东方阿出如来的化身 东方阿出如来的化身 就是金刚萨斗 这个是灵马派有这样子讲 因为阿出佛又叫不动佛 不动佛就是金刚萨斗 这是另外一个说法 所以你说 这个佛教的这个佛菩萨 很难让你清楚 很难清楚 你是清楚明白这些佛教的这些 根源跟它的来历 有的时候是会搞混掉 会混杂掉 要是佛就是阿出佛 阿出佛又是金刚萨斗 又是不动佛 是有什么事 我说 我说 有什么事 我说